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是哦 我们要采论就是 普丁在他的克林宫里面 暴跳如雷 没有想到 这个莫斯科的巡洋舰 对于他来讲 他有这么多的感情 我花了这么多钱 我花这么多力气 我来打造他 居然两个飞带 就把他给集成了 所以他讲 他现在非常的愤怒 那他有多愤怒呢 我们看到了美国的这个媒体 英国的媒体就说了 他们用了一个来自莫斯科的电文 讲说他这边暴跳如雷 他真的暴跳如雷到什么程度 把他的房间的家具 全部砸烂了 而且马上把黑海舰队的司令 用什么 用暴力逮捕来形容 没错 保险上 是莫斯科被集成之后 听说普丁接到消息的时候 整个人暴跳如雷 他的申请是这个样子 他是不是觉得说 是不是已经走到 末路的这个情形 这么严重 好 那如果他第一个时间 把所有东西摔烂不说 保险上他做什么事 那个晚上听说他 我彻夜未眠 他整个晚上失眠 那同时之间 黑海舰队的司令 奥西波夫 马上就被传说 他被逮捕 而且现在媒体的传言是 被暴力逮捕 所以你看到 其实这个目前 普丁是真的相当相当的愤怒 有气没处发 那你看 另外一方面 拜登 拜登人家记者问他说 你准备好去基辅了 你看他的整个表情 他的表情 他想去基辅 对 他的表情 跟这个普丁的表情 你知道说现在的战况 真的对莫斯科是相当相当是不利 所以我们看到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 里面就提到说 他们引用了俄罗斯的 这个Teregram的频道 对 他们讲说 里面有一个神秘的电文 对 神秘的电文里面 他就是之前俄罗斯的特工 他讲 那个晚上 是他们在看过 普丁最爆跳如雷的一个晚上 没错 这个爆料是来自于 特林姆林公 有特林姆林公 接触的一个特工里面 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然后呢 这个把他报道出来 他报道出来 他又说什么 根据我们讯息来说的话 这个普丁都怒不可疑 他说当天晚上 跟他打造面的人就说 他从来没有看过他 如此之生气 他说舰队是他的希望 由于担心 那个整个黑海舰队的安全 他就于是 原本要进攻 他就把他放慢速度了 好 那他这样 俄罗斯总统的官邸的家具被受损 然后这个 这个浴室里面的水晶桌 还有散乱的各自的柜子 椅子还有抽屉 都感受到了总统的愤怒 所以你看 你看水晶桌被推翻的柜子 然后椅子还有抽屉 你就知道说 如果按照我们一般人 你气到 把柜子都拿出来砸 你就知道说 那个是多么生气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形容这个暴风雨的晚上 不是莫斯科的巡洋舰受到损害 对 总统官邸的家具也受损了 没错 那好 那又说呢 度过了一个所谓的不眠之夜 好 那这让他 一开始的时候呢 没有人跟他说什么 但是后来他慢慢了解的时候 就是说 原来是这个 并没有跟他说是火灾还有弹药 他说被告知是被巡洋舰击落 而且根据他们的说法是什么 他们说 他们 因为乌克兰的说法是 乌克兰的这个海王星 对 他们不是这样说 他们说是 Boris Johnson访问基辅的时候 交费 英国交付给乌克兰的武器 他说普丁认为说 这是由英国军方所控制 所以 在普丁的 如果这个报导里面来讲的话 他讲的是 被英国的飞弹击落 而且是由英国军方所主导的一个 一个所谓攻击行动 所以俄罗斯对外第一时间讲 那是因为火灾 那是因为弹药库爆炸 甚至我们看到了 乌克兰的这个 他们还嘲笑说 搞不好你们这小兵抽烟 马上都爆炸吗 结果 按照这份电文讲 对 普丁收到的是非常精准的消息 对 是被飞弹打的 对 而且是被英国的飞弹打的 好 那我们知道事实上这次的 这个为什么 这么强的莫斯科奥会被打掉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再仔细来看 你看 我们说他有三种 这个防空设备 对 低层防务 这个所谓的S300 就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还有近距离的 武器系统 这是打近距离的 另外还有反舰飞弹 三层的防护网 在三层防护网照理说 飞弹来的时候 你一定可以拦截到它 问题是没有拦截到 好 那没有拦截到 那是不是为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 这是你的火炮系统 对 这是你的反舰系统 对 这是你的垂直发射 对 这是你的攻击 结果这里面 有S300的地对空导弹 对 这个地方有反舰导弹 这个地方 我的机炮就在这里 对 有近距离的这个 导弹飞弹系统 还有机炮在这个地方 这么多的防护 你居然都完全没有用 人家就说 那是你的雷达有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 它雷达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第一个 它的雷达 宝杰 它用的是这个 3P41的这个雷达 这雷达是什么样的 它是叫做机械扫描的雷达 机械扫描的雷达 跟我们现在一般用的 所谓这个阵位的这个向位雷达 向位的这个阵列雷达 是不一样的 向位阵列雷达 所以它不是向位阵列 对 向位阵列雷达 是可以扫描所有的东西 它是这样 它有角度 就是说我机械扫描 那个地方才可以扫得到 我扫不到的话 就没有办法扫到 所以它有一个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 它只能够一次针对一个目标 就是因为它的方向 它的机械式的扫描 就是有这样的天生的这个缺点 所以 那个无人锅机过去 第一个我是测试 对 然后也真的是诱敌 对 但是问题是 不是只有这个飞弹 不是只有这个雷达 我们记得非常清楚 萨姆300 它也有雷达 所以萨姆300 它的雷达是什么 它是雷达 因为它的确雷达也在这个位置 但它的雷达只有120度 所以它有几个角度 它是看不到 所以你等于是说 你要同时算出什么东西 为什么这个攻击 一定是非常精密的计算 你要知道说 它萨姆300 它当时的这个雷达在什么地方 它在扫描什么地方 然后同时你要知道说 它传上这个机械雷达 它在扫描什么地方 你要避开这两个雷达的攻击 直角 直角就出现 直角出现之后 我就可以精准地命中 到它的左旋的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跟我们之前在讲 那个坦克车 从一个小角度打出去 其实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类似 也就是说 我认为说 第一个 我们前几天的时候曾经讲到 这个在它被打掉前几天的时候 当时就有非常多土耳其的这个无人机 在这边干扰它 所以干扰它的时候 保际我跟你讲 我怀疑是它在找你的参数是什么 找你的参数是什么的时候 那我们不是讲 不是有这个美国的这个飞机 来到这个地方 E3A 还有各式各样 美国的卫星系统 我觉得他们在算 用AI算出一个时间点 那个时间点是最好攻击你的地方 我可以避开你这个 这个主要的雷达 还有萨姆300的雷达的系统 所以我就精准在这个时间点 然后再派出一条飞机去诱导你的时候 我就精准地面中你的左拳 所以为什么 它的防空系统就完全没有用 因为我知道 那个时间是一个最精密的空档的时间 而且我们看到 基辅独立报 马上就发了新闻说 他们是用Folbis的这个调查 这一台战舰 对 价值7.5亿美金 这个的确是价值7.5亿 它当初的造价就是这么贵 好那这为什么会非常有意思呢 因为第一个 7.5亿来说的话 加上它上面的 大概约莫斯值8亿 跟这个拜登给他的8亿 刚好是一销一网 所以这个来说的话 对整个莫斯科来说是重创 但是对这个基辅方面来说 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胜利的 因为你现在讲说 原来莫斯科的这个巡洋舰 对于俄罗斯来讲 它是它的心理防卫长城 对 这个防卫长城大了 会影响到你的战斗意志 更不用讲 现在黑海舰队 走跟他背的 没错 他现在已经测到这个 约莫斯距离海岸线 已经有80英里 约莫130公里左右的位置 好那我们讲 这里面来说的话 它被集成的位置来说的话 到底有多么像不悬残的地方 第一个 它被集成 当时我们就讲 E3A就在这个地方 对 它是地方飞 而且它在这边 绕了一圈 绕了好几圈 当时它就在这个地方攻击 所以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美国的军机 去那个地方之外 后来俄罗斯 也有军机来到这个地方 它一辆这个图的154M 也飞到这个地方 它似乎也是要来看说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那我们讲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你看我们如果 整个时序来讲的话 第一个 它在1点 这个约莫斯凌晨 1点05分的时候 发出所谓的救救讯号 到1点14分的时候 它就整个侧躺 侧躺的时候 整个半小时之后 所有电力都完全熄灭 然后它就是 被土耳其的船只 救了54米 那954米 后来土耳其 还有罗马尼亚的报告就说 这个船已经沉没了 所以你知道 这个说 如果按照国际媒体的说法 是真的就是被击中 不是像莫斯科军 官方一开始所宣称的时候 我们弹药库爆炸 而且我们人员都完全撤走 国外媒体跟这个 莫斯科的报道 其实是相当差异相当巨大 而且这太恐怖了 过去我们看到了 美军演习也曾经对于 像我们的既得舰这样 狂空滥炸 炸很久 那个船才真的沉 结果1点05分 提出求救 1点14分 就开始测场 不到9分钟 半个小时之后 所有的电力就熄灭 而且按照立陶宛国防部长讲 他整讲 上面有485名 其中死亡人数不明 对 没错 事实上现在整个 这个伤亡人数来说 也说不容 但是你看 美国这时候就说了 他说军舰受损严重 那原因是 二军无能 或者是乌克兰 这个进行了一次攻击 他没有说得非常明白 但是保洁 那到底是什么攻击 大家都一直在说 对不对 第一个时间来说 当然很多人就说是 乌克兰的这个天王星飞弹 海王星飞弹 那海王星飞弹来说 你看 包括说像这个海王星导弹 那也有人说是 NSM的这个飞弹 各式各样的飞弹 现在完全都出来 但是对这个北约的这个 来说的话 他说这一次是改变这个战场 为什么是改变战场 没错 中国解放军 现在应该也是刷在那里 那为什么刷在那里 莫斯科的这个 同等级的这个战舰 中国有四艘 对 有四艘 他们之前曾经从 进了四艘 事实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在服役 所以他们看到这个飞弹的时候 糟糕 这个没想到两颗海王星飞弹 就可以击中你的时候 当然对他们来讲 压力非常巨大 另外一个就是 不对称的这个作战方式 我只要用这个两颗飞弹 加上一些情报 就可以把你击中 另外一个 很多人都说 到底是什么飞弹 我跟他讲 一个时间点非常有意思 如果我们在回推区 之前来说 4月3号的时候 那时候泰伍斯报报导什么 他说强声有意向乌克兰 提供反舰飞弹 那阻止俄罗斯海军攻击 黑海城市奥德萨 所以那当时他就这样说了 英国泰伍斯报 4月3号报导 强声要提供反舰飞弹 防止攻击奥德萨 然后奥德萨外面的 波斯科就垮了 对当时他说什么 俄军下一个目标是奥德萨 所以英国提供的反舰飞弹 无效 这个反凯克飞弹 对船只无效 乌克兰希望获得摧毁船只的武器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4月3号的时间点 逗出来的时候 他要防守的就是奥德萨 就这次奥德萨就击中了一个 这个飞弹 所以我来讲 而且你刚刚刚讲 你刚刚讲说 如果说海王星这么好用的话 那为什么乌克兰要全世界说 拜托 给我反舰飞弹 如果海王星这么好用 他早就可以打了 他老走就可以把所有的 在乌克兰附近的 全部都打掉 所以为什么没有这样打 表示他真的不是海王星飞弹 只是说如果我们再回秋月来说的话 如果你再回看这个4月3号这个报道 那你再看到回到一开始 在俄罗斯Telegram流传的那个是 普丁认为说是英国所主导的飞弹 所以看起来的话 现在似乎越来越证明说 可能这个飞弹不是乌克兰的飞弹 而是英国的飞弹 所击中的这个 而且在太空时报里面提到说 我不但是给你鱼叉的反舰飞弹 甚至我要给你什么 游荡导弹 游荡导弹很厉害 他也是一个自杀无人机 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 现在整个情况越来越明白 这个飞弹呢 似乎已经如同普丁所得到的消息是 应该不是乌克兰的飞弹 而是英国的飞弹 但是现在普丁能够说什么 他的莫斯科号已经沉在海里面了 知道 这个莫斯科号 他被集成之后 我们去了解了一下俄罗斯的电视 才知道 这个他们居然这么激动 他们在电视里面 居然大骂 这个烧箭怎么可能被沉没 他们讲好吧 以前你说 那是特别的军事行动 可是当莫斯科这艘战舰沉没之后 他们说那就是战争的开始了 他们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这件事情是真的 俄罗斯的人被狠狠地打脸 实在太难过 他们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政论节目 俄罗斯的政论节目 结果政论节目举行到一半之后 忽然传来世袭 莫斯科号被集成 你看这个组成脸多绿 组成脸 女组成脸逆到 直接说 这已经不能叫军事行动了 这样变成世界第三次大战 因为这是他们的骄傲 黑海舰队的脸面 他们用莫斯科来命名的船 结果就这样被集成了 然后这个时候 来宾也每一个人都崩溃 来宾就有说什么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要有行动 这是我们的母国被恭喜 他用母国来行动莫斯科号 所以这他们整个群体是非常激愤的 结果后来就列出一个画面 美国去军援乌克兰的画面 对不对 主持人直接就说 我不可以在军援 在军援的话 我们应该派 就这主持人是你主持人 他说你应该我们去攻击 这个火车的转运点 火车转运点是哪 是波兰 他们崩溃到说 应该去打波兰 所以这个节目 这些列出来的 是美国的军援的清单 刚刚讲的就是8亿美元 8亿美元清单出来了以后 他说美国正在运送武器 透过轨道经过波兰 运送武器 这不是玩笑 我们要严肃考虑 是不是破坏火车转运点 这火车转运点 刚刚讲的就是 波兰转运点 不惜跟北约开战了 等于是打北约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他们的情绪 在看到莫斯科 被集成后有多崩溃 然后呢 更惨的是什么东西呢 节目继续进行 就播出这个四国领袖 就是波兰跟波兰地盖三国 去这个基辅的画面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来宾的情绪又崩溃了 他们来宾就直接骂 我们应该直接去炸基辅 把这四个直接炸掉 这是我们的回应 我们要对他们一劳永逸 说什么台湾的电视很激动 你看人家阿罗斯才激动 真的非常非常夸张 所以说非常非常激动 可是没有办法 他们的脸面被打成了嘛 大家都不知道 现在全世界的电视媒体 都是这个样子吗 对 我们台湾真的刚好而已 好那除了这边之外呢 好那这是俄罗斯的状况 可是乌克兰真的 目前有大反攻的味道 因为是这样 我们先跟大家讲这个图 因为我们之前上礼拜有讲 有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叫做斯洛维阳斯克 这东西呢就是包含呢 北边是伊九姆 然后东边是顿列斯克 南边是鲁干斯克 它刚好插在中间 对不对 这边一直是乌克兰占领的 可是没想到乌克兰这样大反攻 连伊九姆都开始回攻了 他希望把整个乌东 能够控制起来的 尽量控制起来 现在最新的讯息 斯洛维阳斯克本来就被俄罗斯 被乌克兰控制住 对不对 然后顿列斯克跟鲁干斯克 就是要反攻的部分 结果他先回头把伊九姆吃下来 现在是俄罗斯被往北打退30公里 这从天往北打 打到波罗瓦 对 所以便是说俄罗斯 乌克兰真的是非常非常反攻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是乌克兰军队在伊九姆 他是怎么反攻 他先把这个桥全部炸毁 因为伊九姆有很多连外的桥 他炸毁后 确保俄罗斯军队往北逃 然后开始去炮击俄罗斯的重队 我们看这炮炮击俄罗斯的重队画面 真的是像打小孩 你看 一整个重队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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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把他全部打完 然后全部打完后 看起来是 你看 看起来是远程炮火的支援 非常非常准 然后甚至他们还 这个不是无人机打的 这个不是尖射武器打的 之前不是讲 他要派出所谓的155榴弹炮 要派出大规模的地面攻击火力 难道这些地面大规模的 长城的攻击火力 已经送到乌冬战场了 因为这很清楚 你看他这样拍就表示 远程炮火攻击 对不对 他打的那个间距 我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一台坦克 一台一台 一台坦克 一台一个 所以话叫做精准导引的榴弹炮 已经送过去了 美国说要给 还说要给 已经到了 对 神舰S用GPS 惯性导航 然后最多末端用雷射导引的 可能已经就是 现在的休泰的时候了 而且甚至 当俄罗斯坦克开始 惊慌失作开跑的时候 我们看到 他们连三菱机炮 都可以摧毁俄罗斯坦克 因为三菱机炮 你只要去打这个 所谓轮带这边 你是可以让他失去动力 所以你看这三菱机炮也是 你看 连续开火的时候 俄罗斯坦克 也是 就这样一个一个 抛锚 一个一个 抛锚 所以呢 现在大家很担心 普丁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 然后呢 美国中央群 就是CIA 情报局局长 博恩斯 我们大家很熟悉 他竟然直接说 普丁 现在有潜在的 绝望跟挫折 他是用这样的台词 来西东 所谓普丁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莫斯科号集成的时候 你与其说 他是个战略的目的 让这个黑海戒队 没办法去做所谓的 海面协同 做上地面的攻击 反而是心战的成分更大 让整个普丁 到所谓的俄罗斯的民众 都崩溃了 好 所以东北 刚刚看这个画面 现在在乌东的战场 居然有远程的火炮 之前 乌克兰说 又要给我地面的长城火力 难道这些 讲的 15的榴弹炮 甚至帕拉丁 这些都已经到了 乌东战场了吗 我不是讲过了吗 我不是说 很多武器 其实早就在里面了 对 他只是分阶段宣布 宣布了之后 这是我的想象 但是很符合 现在这个状态 那战争进展到某一个程度 美国说 我要给你这个武器 乌克兰就从 仓库里面拿出来用 我认为是这样子 那现在这个战争 其实就是乌东战争 是一个关键 对 那个马力波 其实已经是 不相干了 真的不相干了 马力波其实 其实这个 泽伦司机早就说要放弃了 对 那只是说 他没有放弃而已 他的领袖 他的游击队 他说什么 亚述营地人 他说不走 是 马力波其实 在这个场战争里面 象征的意义 实际上大过 实质的战略意义 是吗 是 他 他的个位置 其实他的铁路没有到他那边 他虽然是个海港 对 但是 亚述海跟这个黑海这边 不是只有他一个海港 那俄罗斯 那俄罗斯为什么要 一定要拿下这马力波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它有很大的象征意义 因为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里面有一个目标 目的 是要 亚述营 那去 就是亚述营 就是亚述营嘛 所以刚才瑞德讲的没有错 他们会把这个亚述营 彻底摧毁也好 或者是全部服录也好 跟国内交代 我们已经去纳粹了 去纳粹化 他其他的 已经达不到这个目标了 对 去军事化已经不可能了嘛 这个要这个 乌克兰中立也不可能了 那现在他唯一可以拿到的这个 这个这个成绩 就是马力波 但是对整个战局来讲 马力波现在其实已经无关紧要了 现在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乌克兰是在打这个乌冬之战 对 那马力波都不见得这么保险 现在就算是 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拿下来 他还有零星的抵抗 就算是拿下来之后 你难道认为乌克兰拿不回来吗 乌克兰现在在猛攻赫尔松 对 很有机会会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 你认为这个乌克兰军队 是不是会往那边走 他就会切到 切到了马力波去了 是 然后就进克里米亚了 这个是他们最终的战略目标 所以我以前也讲过 他最后会想办法 把 要俄罗斯把克里米亚都吐出来 当然现在 全世界焦点在俄乌的战争 俄乌战争里面 背后两个最主导者 当然是美国跟俄罗斯 但现在这两个国家 都把焦点放在一个地方 放在中国 但中国最近出现了一个 非常不寻常的动作 新华社居然连发了六篇文章 他居然怎么讲 乌克兰的乱局背后的黑手 是美国 也就是 现在对中国来讲 他竟然定调了 俄乌战争的战犯 或者要负责任的 竟然不是俄罗斯 而是美国 没错 新华社连续发了六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 挑动俄乌冲突的点火者 是乱局 是美国 破坏国际秩序的 唯我独尊者 也是美国 不择手段练财 趁火打劫者 他讲的是美国军工材 也是美国 挥舞制裁大棒的横行霸道者 是美国 秘密军事 这个生物活动的 这个幕后操控者 是美国 劣迹斑斑的人权伟道士 是美国 所以他连续六篇文章 骂美国 好那你知道 骂美国之后 今天的这个 这个所谓央视 他也开始说 这个美国的劣迹斑斑 所以像 美国 这个中国的新华社 还有央视 其实他现在都把炮火 打向这个美国 也就是说 他似乎是开始在连续的 批评美国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说 中国的态度 对 越来越清楚了吗 是 他要跟美国 对着干的态度 对 他要站在普丁这边 对 越来越明显 为什么这样说 你可以看到 这几天的时候 包括说像叶伦 叶伦就说 很多国家 不要当骑降派 特别是他点名了中国 就是这样 现在布林肯也说了 中国最终必须要在 侵略者和受害者 还有现有的国际体制 还有混乱冲突中间 做出一个选择 所以说你要做选择嘛 其实你知道 他现在很显然 中国是怕什么 我们就讲嘛 中国我们前几天 我们昨天不是讲到 中国现在似乎是很怕 普丁真的会垮台 那为什么很怕 普丁会垮台 他都会保住普丁 对 也就是说 现在看起来的话 中国似乎已经知道 这个整个战事来说的话 俄罗斯可能真的是 完全没有办法打下去 但他们现在很怕普丁啊 你看普丁现在 那莫斯科会被集成了 他整个心理的层面 已经完全会撑不住的时候 那中国怎么办 中国只好出手去撑俄罗斯 所以你看这几天 所以前两天 那个分析稿是对的 对 对习近平来讲 我愿意看到了 俄罗斯的没落 所以我开始没有动作 可是当你普丁的政权 受到危机的时候 我如果做事 普丁完全垮台 对 我就是剑靶了 那这几天 其实中国跟俄罗斯 有出现非常多 不寻常的动作 那这个4月12号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讲到 这个普丁去看了 这个他们俄罗斯的太空战 可是到同一天的时候呢 习近平也是去看了 文昌太空战 他们都是4月12号去看的 后来紧接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到什么地方 传言说他去三亚 去看核子动力的这个 你干嘛要跟俄罗斯 一起在做这些动作 那你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那你摆明什么 你可能要跟美国对着干嘛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 而且你知道 这几天的时候 人家被发现到说 你那个中海有中石油 你不是说要退出这个俄罗斯吗 但是没有 他们现在不是退出 他们反而是 退出西方市场的业务 那你在搞什么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中国现阶段 似乎是已经开始要 慢慢的转向 至少就目前为止来说 他一定要想办法去保住 普丁 至少不要让他 真的在这个战争中间 之后他就垮台 因为局长 我们刚才谈的就是 现在习近平非常的焦虑 原来现在对习近平来讲 上海封城是大事 上海封城也引起了 全世界的注意 对对习近平来讲 他真正在意的 真正感受的压力 是美国对他下一阶段的压力 也就是中美之间最大战场 在南海 就可以懂了 为什么他要去南亚 三亚 对没错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事实上美国现在呢 又开始要准备 要再更进一步了 这是苏利文的说法 苏利文说 我们美国准备 采取新的行动 打击俄罗斯逃避制裁 那你要逃避制裁的时候 谁让他逃避最多 中国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美国现在下一步 可能就真的会 针对中国 开始要进行制裁 那也就是为什么 中国现在也要拉高 因为他知道说 他大概逃不了 他不能够让普丁垮台 你说我伸头一刀 缩头一刀 但是美国是希望普丁垮台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办法 他一定要想办法 去撑住普丁 好那事实上对俄罗斯在讲 糟糕是什么 那因为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他的债务已经开始违约 因为之前原本 他发行给国外的一些 包括银行啦 你说美金 或是用什么 这个瑞士法郎支付 可是问题是他已经说 我不用那支付 我要卢布 卢布 问题是卢布 他现在不接受 所以明目上来说 他已经是违约了 另外还有5月4号 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债务 全部都要违约 所以现在我们的 台湾的这些公司 我们就已经开始提列 因为我们要提列130亿 就是我们就已经 把他完全打水漂 连台湾都受到影响了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现在整个 俄罗斯的经济局势 真的相当相当是不妙 再加上我们提到了 莫斯科被集成之后 普丁现在已经彻夜未免 你知道他已经处在一个 可能会是崩溃的边缘时候 那怎么办 中国只好出手去把他撑住 对 事实上你讲说 现在普丁当面临两个战场 一个是居治的战场 一个是经济的战场 对 居治的战场 我反正回到了俄罗斯 我可以去呼啰 对 反正当年 就像东平常常讲的 对 中国的逞越战争 明明你受伤惨重 可是你还是对国内人来讲 我教训了这个小老弟 对 教训越南小老弟 是 而且中国有个神秘的谜点 你会发现有个事情 他的逞越战争的将士 对 是一个谜 是 这些人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这些人有没有受伤 受风掌 这些人有没有中正风 全部都是零 对 可是我再怎么样 我都可以跟我的国内吹牛 是 那我现在居治上 可是真正要把普丁搞垮的 对 是财经 是 而财经 中国就是关键了 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普丁在今天也说了一句话嘛 他说好 欧洲你不要买 这个天然气没有关系 我们又会让谁买 会让亚洲市场 特别是中国来买 所以现在普丁他也知道了 现在他战场来说 他大概真的是很难取胜 但是至少我在经济上面 特别是我的石油天然气 我一定要赶快找下一个买家 这个买家就是中国 只要中国买了之后 我的经济不至于崩溃的时候 那我或许我位置 俄罗斯或许国力会衰退 但是我的位置可能会比较稳固一点 刚刚谈到就是中国最近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 你是对中国是有研究的 有了解的 新华社连着六篇直接指责说 现在乌克兰乱局的背后 竟然黑手就是美国 这个中国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吗 而且前两天就特别点出那篇文章 对习近平来讲 他不能忍受普丁失去政权 因为第一个 我觉得现在说北京当局 已经非常清楚的定位 未来中美关系要有和缓 或是说要重归就好的可能性 不存在 所以中美关系是应该放弃的 那剩下的 那怎么经营这个全球关系 它很简单 它最重要的伙伴就是欧洲 所以你看在这个整个 欧欧在军事斗争的过程当中 它一直处理的是什么 欧洲问题 欧洲跟它的关系 因为中欧关系的贸易总额 还非常非常大 那中国是一个要靠外贸 生存的一个国家 目前虽然它的GDP总额很大 有14兆美金 但它的外贸总额有将近6兆美元 那其中第一大伙伴是欧洲关系 那这个乌克兰事件 直接影响到欧洲的利益 所以欧洲现在所有的国家 现在进入这种警戒状态 然后北约的 现在不是东扩 全面扩充 所以搞成这个情况之下 它变得非常地尴尬 它找不到它的定位了 所以它 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知道 这个跟美国没有希望的 产没交水没人 到这里切了 它已经放弃跟美国有继续 有修好的可能性 可是它不担心说 我现在跟美国这样将会 弄到台面上 美国会等于说把欧洲 把我列入制裁吗 所以它 这个我们先看大局 大局的话 如果它介入去帮助这个普丁 或帮助俄罗斯的程度 它已经有再三地警告它 你不能帮 对 而不能帮的原因 不是在军事上 是在经济上 在其他的科技上 各方面都不准帮它 你不给它物资 不给买它东西 那你看 普丁现在发文 公开讲话了 我的天然气跟我的石油 我的原料 我要卖给中国 对 那你现在 它只不过去阻挡这个事情 目前的最大买价是谁 是德国 所以你德国不制裁情况之下 中国当然可以买 我只要中国 我只要天然气不被制裁掉 你知道它有什么好处吗 它这个仗打得下去 它每天就美金不断地进来 就大比大比的钞票 因为最大的来源 是来自于天然 它的天然气 它的外貌最多的 最大量的东西 那维持这个部分的话 就跟它主要的权力结构 可以结合 那不至于被人民推翻 所以普丁在国内 还有很大影响力的原因主要 就是它还能够维持 非常大的收入 钱是最重要的东西 那现在它里面最大咖是谁 目前两咖最大咖 一个德国 一个是中国 德国现在要到了 我记得好像到 还要到好几年以后 慢慢减少 它现在百分之五十几 现在变百分之四十几 那德国已经讲很多话 如果我快速降低的话 我完全切断的话 会造成德国的经济的崩溃 所以这个也不可能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普丁是有一些国际上的力量 在撑住他这个盘局 所以他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他知道 反正美国没有希望 而且这个事情 他一定是直接 因为习近平的习惯念清楚 夹路相逢勇者胜 干净我跟你主动跟你讲一下 所以去三亚 对 他是直接跟你干的 所以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了大国博弈的 非常敏感阶段 大家都到了图穷避现阶段 所以CIA也在警告说俄罗斯会用这个核弹 但到底会不会用核弹 用核弹是什么效果 人类有没有这个历史的经验 用核弹以后 是还没有用之前 普丁先垮台了 还是用完之后 俄罗斯垮台了 所以这都是一个历史的新经验 这个历史的新经验 跟地缘政治都是一个新的篇章 大家都要接受新的考验 好 所以廷卫 现在的俄务战争已经不是军事了 你刚刚讲的习近平现在吓死了 习近平现在明明放着 上海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我不去上海 我跑到了三亚 跑到了三亚 最重要的是未来中美冲突 就是在南海 这个战争一触即发 还有习近平摆明着 他要力挺俄罗斯才叫新华网 连发六篇文章指责美国吧 是 新华网这个绝对是不单纯的 就是说自己发出来的 一定是上面中宣部下令要发出来的 所以代表说习近平是力挺 普丁到底 我们先来看俄罗斯的状况 特别是在莫斯科号被炸的时间点 刚好也是有美军的E3A的 在附近 另外还有全球鹰也都在附近 所以不是只有R4 E3 全球鹰也在那边 对 全球鹰每天都会飞 但是有时候会从意大利飞 有时候会从英国飞 有时候会从德国飞 但是要看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但问题是刚好也都出现在黑海这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单纯 其实俄罗斯他讲说 这个跟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关的话 那事实上还没有办法进入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候 其实这个战事可能会有一些扭转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其实英国他在算计一个东西 英国他一直在怂恿什么 乌克兰做这些事情什么事情 把克里米亚拿回来 对不对 但问题克里米亚怎么拿回来 你说克里米亚拿回来 是英国在怂恿的 是的强盛一直在讲说就把克里米亚拿回来 但是问题是克里米亚跟乌东 他现在已经连成一片 在特别是在亚述海旁边 这个玛丽坡这个地方 俄军一直在攻击 然后一直把它串连成一片之后 结果你看到一件事情 奥德塞港一直到尼古拉耶夫 还有赫尔松 赫尔松俄军还是拿不下来 所以这一块的黑海这一块来讲的话 事实上是一个俄军 乌军还在控制的一个地方 那现在一个问题来了 现在如果说这个战场形态在改变的情况下 那乌冬这里不断的一直在轰炸 不断的在战争 乌克兰的相关的这个物品物资 还是会从乌西进来吗 不用啦 不一定喔 我直接从奥德萨来 因为从奥德萨下来 那问题是奥德萨有一个 这个莫斯科舰在那边挡着 不是碍事吗 对 所以这个事情跟英国应该都是有关系的 因为英国把它干掉之后呢 你开始想想看 南方补习线就很像以前在抗日战争的时候 边缅公路打通了 驼风 对 还有中印公路打通了之后 远远物资不断的从后面上来之后 就可以进入到乌南 从乌南切进去 直接北边来讲的话 有一场战事 南边还有一场战事 就是克里米亚 所以把克里米亚围起来之后 断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相关的这个 两边的一个串联来讲的话 那岂不是可以分化俄罗斯的吗 俄罗斯也不知道要打北边还是打南边好 也就是说在乌东来讲的话 又分北边战场跟南边战场 南边战场 现在可能在英国来主导了 所以你说英国是非常想要介入这场战争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了 强生特别提到 他现在正在调查 在这个战场里面 有没有使用生化武器 如果有的话 英国要马上介入了 是的 也就是说英国他取得正当性 然后再加上 这个黑海舰队 他顶多就是20多艘舰而已 这一艘是主力舰 这一艘如果都被毁掉的话 其他的俄罗斯舰 你看他现在已经往外逃 或者是进入到亚述海 进去来讲的话 他等于是没有办法面对西方的 那你不要忘了 整个黑海下半部 全部都是由北约的土耳其在控制的 所以土耳其这边的运输的补给 不断的会从乌南这样进来的话 还比从乌西到乌东还要更快 而且他量更大 对 而且还是走海运的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的话 你不能说因为 因为你看到这个不备战的话 就是下场可能跟普丁是一样的 所以他现在也在检讨自己内部的解放军的能量 以及做好跟美国一个备战的一个措施 所以现在对习近平来讲 其实有这么危险 是的 所以你看到 这个 当然他先把目标 主要的目标 拱出来 你看新华网这一个讲的 这个六篇文章都在骂美国 这代表先激起国内的这个因素 我们看到上海也在讲说 这个武警镇压的时候说 现在是要对抗美国的时机 所以这个 再在这里说明一件事情 其实整个中国内部来讲 希望同一个声音就是说我对抗美国 然后呢 接下来美国来挑衅我的时候 至少激起民族主义 不过呢 这个事情也刚好给习近平 可以连任第三任的一个气势 从下方中 详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